小印度今天举行亮灯仪式迎接一个多月之后的图腰节 这期间小印度预计吸引多达500万名访客 副总理黄勋才为小印度主持亮灯仪式 他表示新加坡的图腰节是所有种族和宗教的朋友们欢聚一堂的节日 图腰节象征着光明战胜黑暗 知识战胜无知 以及正义战胜邪恶 小印度的街道将亮灯到12月3号